今天的故事是《财主与穷人》 耶稣知道很多宗教领袖 其实是爱钱财多于爱上主 祂讲述发生在两个人身上的事 以及为什么拥有财富而无神是无用的 财富不能够购买在天国内和神一起的生活 有一个财主他拥有名贵漂亮的衣服 他穿着好像国王一样 这个财主也吃得好 每餐都好像豪华的宴会 他的钱多得可以买任何他想吃的东西 不论是早餐午餐晚餐或者是小食 而在财主家门口 就睡了一个贫病交迫挨饿的乞丐 他的名字叫拉撒路 贫穷的拉撒路浑身长满毒瘡 他可能患了一种病 他可能是被克服他的人割伤或者撞伤 也可能因为他喝不到牛奶 蔬菜或者肉这些好的食物而长瘡 拉撒路渴望得到食物 他如果能够得到 财主桌上掉下的食物碎片 他都感到很开心 流浪狗有时会轻步走到贫穷无助的黑衣身边 他们到处问他和舔他的仓 似乎没有人关心拉撒路快要饿死 在一个早上 拉撒路没有醒醒 这个贫穷、挨饿和没有朋友的乞丐 所以离开了这个世界 他死了 拉撒路死亡那一刻 开始得到快乐 耶稣说 天使带他去到阿伯拉罕的怀抱 拉撒路被神安慰 同一时间 财主都死了 他所有的钱财不能够救他的生命 当死亡来到 没有人能够阻止 财主被人卖葬 可能是风光大葬 可能那些人 会称赞财主聪明和成功 但是他们的称赞 不能够帮助到他 财主现在住在阴间里面 他很大声地叫 我做阿伯拉罕 你快点打发拉撒路 用纸头沾点水 量一下我的舌头 因为我在这个火焰里面非常之痛苦 阿伯拉罕提醒财主 他说 你生前有一切的事 而拉撒路一无所有 现在拉撒路得到安慰 你就要受苦了 没有人能够横过 你和我们之间的心愿 财主继续请求 请差遣拉撒路 警告我五个兄弟 我不想他们 也都来到这个 这么受苦的地方 阿伯拉罕回答 你的兄弟有神的话语 如果他们不相信圣经 也都不会相信 从死人中复活的拉撒路 当耶稣说完 财主和拉撒路的故事 可能这些宗教领袖 会问自己 我是不是爱财富多于爱神呢? 现在他们知道 如果他们不听从神的话 会有些什么后果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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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